其實當初為何會接觸到設計情報中心 以及最後為何會選擇我們負責工程呢 其實當初在我爸爸媽媽上網找裝修公司 剛好就看到設計情報中心 在網站看過照片和用料都很適合我們心碎 還有一段影片剛好我們朋友 原來也找你們公司幫忙設計 在她的介紹下就找了你們公司幫忙 丹領今天要介紹的單位資料你看完了嗎 我當然有做足準備 我知道今次要介紹的單位設計風格簡易得來又有型 明明設計師說是時尚酒店風的 Hello Cindy Hello 其實你們說得很對 設計師就做我們每個人不同的起雄習慣 都在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風格和設計 讓我帶你們去看看 今次要介紹的單位是位於荃灣的朗日峰 實用面積約931呎 間隔是四房兩廳 由於護主和家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而平時都會留意酒店的設計 所以今次單位的設計都偏向簡約時尚的酒店風格 而配合護主和家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喜好 設計師則在他們的各自私人空間做了一些設計上的調整 務求滿足到他們不同的要求 讓我們一齊看看今次的設計又是否你的心意 來到客廳已經感受到空間感非常十足 但布局依然很清晰 我第一眼就留意到這麼特別的圓邊假天花設計 有別於常見的直角設計 假天花利用了圓邊去修飾 令整個感覺更加柔和 而且我知道圓邊的設計其實都很考師傅的手工 所以都花了不少心思 假天花除了配合整反燈槽之外 還有幾盞射燈為客廳曝光 而圓形的粒行為配合玫瑰金 拼黑鋼分枝造型的燈飾 就帶出高雅的感覺 嗯 其實這是我爸爸媽媽的要求 因為我們這裡的樓底都比較高 所以就想剩下一個假天花 用來做裝飾用途 讓我不會看得太空洞 另外朋友上來都可以看到這個與別不同的設計 講到Eye-catching的設計 就怎樣少得這一面用了藝術七組的電視機背牆呢 加上橫直的拼湊 就令整個設計感更加獨特 配合放光的效果 就令到這面牆身簡直好像藝術品 而電視櫃就用了淺木的材質 去做一個T型的設計 簡約的設計可以更加好地去配襯Future Wall 避免圈奔奪主 而對面的梳化背就做了維新設計 旁邊還有木條紙和燈槽 為客廳增添氣氛 中間位置還挑空了做飾物位 整個設計就更加個人化了 裝修之後 其實你對單位最滿意是哪個部份 以及日常生活有沒有方便了 其實我和家人都對整個單位的裝修很滿意 因為設計圖和出來的效果都十分接近 我們最滿意的位置就一定是假天花 以及電視特色牆 很多朋友看到都說很漂亮 另外設計師除了做得很漂亮之外 其實他在儲物空間都擺了很多心思 讓我們的物品可以擺得整齊一些 以及生活上都方便了很多 飯廳位置最特別的 一定是這個高新的儲物櫃 櫃面做了仿皮Cushion的設計 加上黑色的邊框 增加了整體的紋理和質感 而高新儲物櫃不單提供大量收納空間 中間位置還可以給護主擺放食飯時需要的物品 設計師還在櫃頂和中空位 加設了滲光的效果 減低大櫃大力的壓迫感 而我就留意到這個造型獨特的圓關櫃 設計師因應藍護主喜歡品酒 以及招待朋友的習慣 去設計這個櫃的間隔 圓關櫃上下層都做了儲物的位置 讓藍護主擺放酒和酒杯等等 而旁邊的玻璃的位置亦可展示收藏品 你好像留了一個設計重點 和朋友喝酒又如何少得巴桌呢 所以設計師就做了一張隱藏的巴桌 當有客人來的時候就可以拉出來用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收回 保留活動空間 那麼有特色的設計你都漏了 看來是你未屬屬的資料 一時忘記了 放心吧 一會介紹其他地方我一定更加小心 Cindia 你和設計師的相處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我第一次跟爸爸媽媽去見設計師 已經覺得他很細心和很有經驗 因為我爸爸從事工程相關的工作 所以對細節位比較著重 每次我們問起工程進度的時候 設計師都可以回答得很快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放心 因應女戶主的要求 設計師做了大型的廚櫃 還根據女戶主的動線和私用習慣 去設計電器的擺位佈局 現在廚房的設計做到高收納量 又可以整齊擺放所有的電器 女戶主煮飯的時候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主人房這裡用了淺木色、白色和米色的主調去做設計 加上滲光的效果真是光亮得來又舒服 沒錯 設計師知道爸爸媽媽喜歡酒店風格 特意在酒廂旁邊做了一個年代書櫃的薄櫃 讓他們可以擺放一些日常用品 上面還做了一個掛牆電視 讓他們置身於酒店的感覺 部分電視牆用了石紋版做的特色牆 增加了獨特性 令整個設計都不會太過單調 而窗台就做了書桌設計 讓爸爸媽媽都有位置處理工作事務 我留意到床頭這裡用著一個銅色系的石紋材質 去做維生 令整個設計更加有連貫性 而且這個維生還有一些斜邊的平齊 加上滲光的效果就足夠特色 但這裡還有一個地台設計 因為媽媽睡這邊 所以設計師做了一個儲物的達台 一來可以方便它上落 二來亦可以做儲物的用途 床兩邊就做了兩個床頭櫃 而靠近洗手間那邊就做了一個曲斜形的設計 上面就做了一個白色吊櫃 加上門後面的到頂衣櫃 就提供了大量的收納空間去擺放衣物 但因為吊櫃靠近床 所以就加設了燈槽去減低壓迫感 主人房吐翅就繼續延續了簡約的設計風格 設計師在吐翅上做了一個L型的刺櫃 又做到收納之餘 又不會影響洗手間的動線 而吐翅的長身就用了特色立體橫紋磚 和迷色的岩石紋磚 有滑龍點睛的效果 那裝修期間你有沒有上單位看過 以及會不會看到師傅覺得他們的態度如何呢 其實未搬進來之前 我們都是住同一個屋苑的另一座 由於設計師都會主動告訴我們進度如何 所以我們都很放心 沒有常常上單位看看情況如何 但我們每次一上去都會看到有裝修師傅 我們問他問題或工作進度去到哪裏 他都會很樂意回答我們 態度都很好 因為Cindy和哥哥喜歡比較型格的設計 所以設計師就用了深一點的顏色 和Raw一點的材質去做設計 去營造型格的氣氛 囝囝房做了大面色淺木色的地台 和到頂存物櫃 提供非常可觀的收納量 而由於囝囝有打機的習慣 所以設計師預先規劃好電線的分佈 還做了長桌加層架的設計 而桌面和層架的間隔利用了黑鋼材質 令設計更加有過性 這裡所有的家具都用了深淺木色和黑色去做設計 而且還做了上床下儲物櫃的設計 下層不規則的層架和放光效果 可以擺放所有的展示品 設計師亦沒有浪費到樓梯的位置 做了儲物櫃桶 增加房間的儲物量 而床的位置就做了中空位 既可以通風又可以增強設計感 另外設計師亦都善用了窗台的位置 去做了張書桌連書櫃的設計 提高一個充足的空間 給Cindy 做功課和提書 下次有別於主人房套刺的設計 用了深色主吊去營造型格的感覺 而刺櫃和吊櫃就用了灰色的材質做配襯 臨浴位置當然不少玻璃間隔 造光濕分離 設計師就利用了黑框 呼應設計主體 懸關位置的維新 不是普通調子維新那麼簡單 推開暗門就可以去到多用途空間 其實原本這個位置是工人房和套廁 由於我們沒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設計師就將這個位置改成多用途空間 在這個有限的空間 設計師做了高薪儲物櫃 紅酒櫃 洗衣機和曬衫位置 高薪櫃還加設了拉攤板 輕輕一拉就可以將這個空間變成工作室 裝修期間有沒有什麼事情覺得很深刻 如果日後有朋友和親戚需要的話 會否推薦設計程庫中心呢 如果說一個比較深刻的經歷 就應該是我們當初都會懷疑 是否真的可以準時交到樓 結果真的可以準時交到給我們之餘 還會清潔一次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快些搬進去 另外你們公司的保養期 都會比其他裝修公司長 我覺得這樣真的成價比很高 所以我也會推薦設計程寶中心 給其他親朋戚友 設計程寶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修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套 來到DIC 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用下訂 不用等修樓 不用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和傢俱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溝通上的每天 In-Ray Machine 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長子、油漆、地面、天花板 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怕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如果想看到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俱設計 又想拜仁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 找我們的設計師談談吧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 快點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吧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 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無故以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以及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除了有近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以及近二千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到別墅嚴格衝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以及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慰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